現在第一次在Paki3 變成無線的攝影機 連接視訊的導播機Anton mini pro 這時候你的iPhone就變成是一個無線的攝影機了 你的安卓手機啊變成一個無線的攝影機了 這個是HDMI輸入的導播機 通常這種導播機啊是要連接有線的HDMI的攝影機 比如說像這款就是Sony的攝影機 他本身啊有這個HDMI的輸出 你就用HDMI的線材啊連接到這個導播機的HDMI1234的輸入就可以了 但是在某一些場合之下 我們沒辦法使用有線的這個攝影機 比如說這個舞台嘛你會有線的攝影機走來走去的時候 會干擾到表演者 我們可不可以用無線的方式 可以啊通常啊有些用無線方式是這個 攝影機的HDMI輸出這邊再加一個HDMI的 無線傳輸 但是啊你這時候會讓你的這個攝影機的前端 要加什麼電池啊又要加什麼 穩定器啊 然後又要加無線的傳輸的模組 就變得非常的重 沒有那麼的乾脆 我們今天要介紹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可不可以讓你的這個 iPhone手機或者是這個 安卓手機啊 變成一個無線的攝影機 甚至於啊我們可以用這個DZPAKESAN變成一個無線的攝影機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的 我們的iPhone手機啊通常都會有直播的App 都可以直播到什麼臉書啊 YouTube 我們稱為是直播App 我只要將我iPhone手機或安卓手機 直播到這一個盒子 這個叫做RTMP 轉HDMI的轉換器 iPhone手機 或安卓手機直播到這盒子這盒子收到RTMP的訊號之後轉換成HDMI出來 然後連接到這個 視訊的導播機就達成了一個無線攝影機接導播機的目的了 他本身只有有線網路的接口 所以你必須要準備一個 路由器 這樣的路由器 這個路由器啊是關係到說手機 無線的傳輸的品質 這個路由器品質越好的話你無線傳輸的就越穩定 通常啊我買了一個什麼小米的八九百塊的這個路由器 品質就算不錯了啦 那麼我們今天就要介紹說如何將你的iPhone手機 和安卓手機 變成一個無線的攝影機 然後連接到導播機另外啊最後還會介紹這個DJI PAKES3 變成一個無線的攝影機 連接到這個 視訊的導播機 首先啊先準備一個專業的路由器 我實務上測試啊用小米的一個八九百塊的路由器就夠了 然後啊這個路由器的IP位置必須要設定成192.168.1.1 那這個網域 為什麼因為我們這個 RTMP轉HDi的網域就是192.168.1.217 我們這是固定的不能改 如果什麼都開放的話會設定的沒完沒了 所以你要配合我的設備 192.168.1.217 所以IP位置必須是192.168.1.1 好 然後呢再連接一個有線網路 RJ45 連接到我們這一個 RTMP轉HDi轉換器的這個 以太網路這邊輸入 我們的HDi的輸出 我們就連接到這個導播機 我是接這個Channel2 然後最後我們再將這個 RTMP轉換器上一個 12V的電源 這樣子 這時候啊你會看到一個FEBON的LOGO在這一個導播機上面 路由器的RJ45 連接到這個RTMP轉HDi的這個以太網路輸入 轉換器的HDi輸出 連接到這一個導播機 這時候這個 路由器跟這個轉換器都是在同一個網域 我只要將我的手機 直播到這一個盒子就可以了 至於要怎麼直播呢 我們先將我們的iPhone手機先打開這個控制台 我們先連接到 這個FEBON STORE 這個WIFI SSID 就是這一支 那你的名字不見得是他 反正就連接到這一支 好 然後你再下載一個APP叫做 MediaLink Live 這個MediaLink Live 打開來 這樣子 我們就按這個輪胎的地方按下去 然後有個管理連線 這邊 點進去 新增直播 我們做RTMP的直播 我們就打這個 隨便擬取 然後這邊呢 這邊要取什麼名字 這邊的 網址是 RTMP 然後這個金鑰啊就是TESTER1 這樣子 那就完成了 好 然後你這邊還可以設定你的這個直播的解析度 你按手動 我用1080p 位元率啊我調到這個 8000 這樣子 確定 這時候我就按直播 我剛才是設這個 RTMP2嘛就按 直播 再就直播到這個盒子了 你可以看 注意看這邊 這邊應該就有畫面了 有沒有看到 有畫面了吧 好把他看調成全螢幕吧 這樣子 好你看 然後聲音也把他打開來 嗨 你看 這時候啊你的iphone啊就變成是一個無線的攝影機了 反正啊無線就會有風險的一定要注意這個風險 通常如果你的空間是沒有太多的wifi的話 就干擾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這樣子 好接下來我們要介紹安卓手機怎么變成無線的攝影機 一樣的道理安卓手機啊的無線啊要先連接這一個路由器 好然後要下載一個app叫做camerafi live 好 這時候camerafi live的最右邊有一個叫做 custom rtmp 這地方按下去 一樣啊你輸入這一個網址 rtmp 這個192.168.1.217 斜線live 然後金鑰匙 tester 1 按確認 這時候你把它弄成這橫的 開始 這樣子 開始直播 直播 這時候你的安卓手機就會直播到這一個盒子 這盒子就會轉hti到導播機了 你看哦這邊 嗨 好把聲音打開來 哈囉 有聲音 這樣子 這時候 你的安卓手機啊變成一個無線的攝影機了 我們剛剛是介紹用這個iphone手機 和安卓手機變成一個無線的攝影機 連接到這個導播機 我們現在要介紹的是 DJI Pakistan 3啊也可以變成一個無線的攝影機 連接到這個視訊的導播機 首先先將你的DJI Pakistan 先打開來 你應該是變成這樣子才對 但是我這一臺啊他的螢幕壞掉了 所以我就弄成這樣子 一樣的原理啊都一樣 反正就是要呈現的是橫式就對了 我們現在放在桌上吧 然後打開啊你的這個 安卓手機或者是ipad DJI的app 然後他就會去搜尋這一個 DJI 他去搜尋 去加入 好你會看到這個畫面是來自於這個DJI Pakistan 有沒有看到 好 這時候他這邊有一個叫做直播的選項 直播按下去 直播 你會看到說這邊有三個選項一個是 臉書直播YouTube直播跟RTMP直播 你就按RTMP直播 還有直播的這個設定按下去 這時候第一個選項是說 什麼路由器 就說這個 DJI Pakistan要連接哪個路由器 是這一臺嗎 以這臺為例他叫做 Faibon store 就連接他 你家的名字不見得是他哦 就這樣選就選你要的這個路由器這樣子 第二個 RTMP的這個網址就是 這時候他網法就不一樣哦 他就是有兩個斜線 我們剛才是兩個分開來嗎 現在就是192.168.1.217 live斜線test1 這個全部都 連在一起哦全部都連在一起這樣子 然後分片率選 1080p 然後 幀率隨便你選好 然後這邊要選這個流量優先 這樣子 好確認完之後就按 開始直播 這時候你就把你的ipad丟到旁邊去了 這時候啊你的這個 DJI Pakistan 3啊就變成一個 無線的攝影機了 現在DJI Pakistan 變成無線的攝影機啊 連接視訊的導播機 Anton mini pro 把聲音關掉 跟大家做一個實務上的分享吧 DJI Pakistan 對於這個無線的路由器的品質要求是非常的敏感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用DJI Pakistan變成無線的攝影機的話 你這一支的無線路由器一定要選擇非常好 他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很敏感 至於該講的這個iphone手機啊或者是這個安卓手機當成無線攝影機的話 這個無線的這個敏感度啊沒有那麼高 這是我實際測試的經驗啊 那 反正啊你的這個無線路由器就一定要準備一個比較 專業一點的才能夠減低一些無線傳輸上面的一些風險 當然啊這個 RTMP轉HDi轉換器 除了剛剛講的這個什麼安卓手機跟iphone手機跟DJI Pakistan之外 我們也曾經連接過這個DJI Pakistan也可以啊 還有這個GoPro也可以因為GoPro本身也可以做直播嘛 反正啊你的攝影機啊能夠直接做直播的 可以做RTMP的直播的那一種的攝影機 通通都可以連接到我這一款RTMP轉HDi的轉換器 那麼設定的方法就跟剛剛一樣啊只是不同的 攝影機的介面有可能有點不一樣 但是輸入的網址啊還有這個金鑰啊都是一模一樣的